我們回到俄乌大戰 俄乌大戰現在是不是有可能 會在烏東有另一場卸戰 特別是在布查室屠城之後 現在外傳柏羅江卡 可能是下一個布查 再接這一消息是 俄羅斯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被停權了 那被停權之後 俄羅斯不知道是建設回去還是怎麼樣 我們也不知道 他就說那我不做了 我乾脆推出老子不幹了 這應該是史上第一招 又怎麼做解讀呢 所以我們等會兒來解讀 到底俄羅斯被踢出 其實表面上雖然只是被停權 但其實是被踢出了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這件事到底多嚴重 我們聽子倫斯基之前就曾經說過 他說聯合國安理會已經相同虛設了 我看來是否會有關於全國人的國人 可以分析 只能夠分析 只能夠保護 只能夠保護 威武器 我們等會再來談 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這件事 我們先來講烏東卸戰 是這樣 我們看到俄羅斯 加強在烏東的攻擊 基本上他把整個頓巴斯地區 基本上他的整個重心 在頓巴斯地區 他現在已經把重點都放在烏東了 對 他把他放進一個口袋 要縮緊之後 要讓這兩個所謂的 兩個共和國成為獨立共和國 然後加入到俄羅斯 所以他在這兩個加強的攻擊 此外他要在這個布查地方 進行所謂人道滅絕 殘殺無辜百姓的情況 這應該是引起全球公分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哲羅斯一到現場看 他看了之後發現 他都很難過 他說有看到平民百姓 無辜死在那邊 他死在路上 橫屍遍野 而且不只是布查 旁邊25公里一個城市 叫普羅江卡 現在也有所謂 俄羅斯對人民 無差別攻擊的這種情況發生 那我們知道說 戰爭本來就是很殘酷的 當然軍隊之間互相殘殺 是一定是 因為是戰爭的打仗 但是如果你去殺平民 殺無辜的百姓 他已經是觸犯了所謂戰爭罪了 而且他觸犯戰爭罪 我們有辦法審他嗎 這就是一個很大一個問題 很多人說 將來召開一個紐倫堡大審 但做得到嗎 老師 我們先從這個全球的安全來看 聯合國安理會 理當是一個安全的架構 幫助弱小被侵入的 我們要譴責他 甚至我們要判定 他是不是有侵略的行為 聯合國這個憲章第39條 就有規範說 聯合國安理會有判定 誰是侵略者 如果一旦被聯合國安理會 所判定是侵略者 聯合國會什麼 派出違和部隊 來作為這個違和 問題是我們知道 俄羅斯有什麼否決權 對 他是安理會的五大成員國之一 五大常任理事國 那常任理事國呢 其實他只要任何一個人 偷否決權 這個案子就過不了了 他怎麼可能自己譴責自己呢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就是聯合國過去一大的爛傷 就是過去在冷戰時期 這些五大強權 常常就為了自己 所謂小帝國的 的一些事情 或者人權的問題 互相否決來否決去 所以其實在冷戰時期 很難派出違和部隊 現在俄羅斯本身自己是 五大常任理事國 他有這個否決權 所以只要聯合國做任何舉意 他都可以否決 所以就算安理會又說 我們譴責你 我們要譴責你是入侵者 他一定會否決的 所以這是澤蘭之一 這是今天在聯合國講 你們聯合國 安理會形同虛色 沒有用 那沒有 這個所謂行政安全組織 沒有用怎麼辦 那我們可不可以只有法律圖性 像阿冠你剛才講的 如果我們只有法律圖性 可不可以 審判 審判 那聯合國六大常任組織 裡面有一個叫國際法院 國際法院 他有個問題是什麼 他雖然是聯合國的常設組織 但是他審理的問題是 你兩兆雙方 原告跟被告國 他必須同意說 我這個案子 我要送交國際法院 來做審理 來做裁判 還有兩邊同意 要同意才能上去 所以 烏克蘭跟俄羅斯 我們在民間 誰告誰誰告誰 也不用對方同意 我就可以告你了 他這個就是這樣 兩兆都要同意才能到那邊 現在重點來了 現在俄羅斯對於這個聯合國法院 他們做一個假處分 就針對他們是不是有違反 這個人道行為的假處分 俄羅斯不承認 他不承認 我就乾脆離席 他就不聽審 中國呢 他有一個法 有一個中國級法官呢 他是投降反對意見 所以這個聯合國法院 這個所謂國際法院 現在也沒有辦法 再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那唯一這樣有一個辦法是 國際刑事法院 我們講ICC 那國際刑事法院 過去就會針對一些 所謂犯戰爭罪的行為 或者是你是不是種族 所謂種族滅絕 做一個審理 目前ICC已經派員調查 有關俄羅斯在烏克蘭 進行所謂種族滅絕會 違反人道行為的一些概念 那我在講一下 過去歷史上有一些案例 比方說我們知道 之前在巴爾幹半島 南斯拉夫有一個 我們叫巴爾幹屠夫的 他叫米洛塞維奇 對 南斯拉夫前總理 他就是殺害了許多波士尼亞這個人 那他犯了所謂戰爭罪 那在他這個戰爭結束之後 他被南斯拉夫的政府逮捕 然後送交所謂海牙的戰犯法庭 那他當然在審判前 那表示他那時候不是當權 他就下來了 對不對 所以得到普丁下台才有可能 所以這問題就是 那普丁未來有沒有可能 如果成立一個所謂戰犯法庭 那必須第一個俄羅斯宣任戰敗 第二個普丁被抓 或者是他的新政府把普丁逮捕 然後送到所謂的國際戰犯法庭 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可能相對會困難 所以如果走法律途徑 也沒有辦法的時候 那現在國際社會在做什麼呢 這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 我們把你提出這個人權理事會 好 我們都會再來談 提出人權理事會 道對 無好 無好 我們現在來聽 自然的CG怎麼說 他說其實現在的 波羅將卡真的很慘 可能是不差第二 而開始工作 還在友善一發炎 打爆炎 在俄羅斯 大概在每個通道 真的都讓所有的世界看到 在乎加上 和其他 regions 在聯繫 其後 我們有 enmity 去關注 60.000 還有 dokład 克爾和 克爾 克爾 說 做 攻擊 克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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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用射射射射 然后做一个双重围 去围绕他们 然后执行那些力量 好 老师我们就来继续谈一谈 俄罗斯滥杀平民 因为他在布查滥杀平民 引起全球公愤了 遭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停权 他就干脆自己说我退出吧 这应该是恼羞成怒了 是这样 其实3月10号的时候 他先退出一个什么叫 欧盟理事会 他是欧盟的其中一个处理政治 也是一个人权理事会 对 处理人权跟政治的一个组织 然后也是有47个成员国 那欧盟那时候也是把他停权之后 俄罗斯说 他们说你们都停我权了 你们这西方的游戏我不玩了 他就退出了欧盟理事会 这一次是联合国 这个所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投票 把他停权 先把他停权 我们说我们要停你权 但是中国是放弃的 中国没有投赞成票 他投反对票 过去联合国他们的 他是反对票还是放弃 他投反对票 反对票 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 我们这个是还有他的历史原因 这也是因为他刚新成立 所以俄罗斯有恃无恐 他觉得我们不玩 我刚才就不要玩 也就是说这个单位其实 实质影响力不那么大 他们是为了要处理 越来越多人权方面的问题 这个人权问题 在全世界是一个非常严重 而且日趋复杂 所以他们必须要有独立的理事会 来处理这个东西 集权国家哪管人权这回事 重点来是中国 这也是对他来讲 中国跟俄罗斯当初是手牵手 一起来做这个 所以这也蛮讽刺的 不过显然人权理事会的退出 对普丁而言是不通不扬的 真正打到痛点的 还是他的经脉 他的能源 他的煤矿 他的油 他的天然气 好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 台股今日最重要 带你来关心的是 刚刚谈过的经营权之争 现在来谈谈外资 外资在今天再砍115亿 让新台币再创17个月新低 不过这间台积电不跌了 外资下手比较轻了吗 等我来看看到底外资还在杀什么 那么稍后要来谈投信 投信材今天倒是买了不少 买了31亿 好 请永续带我们来看 外资在今天卖了什么呢 还在卖呀 但是人家台积电已经不太跌了 来卖连电 新光晶 台积电 鸿海 卖人宝 新唐 金宝 群创 那我们就往下来看 到底外资大刀现在是砍向谁呢 第一个就是主要还是砍电子股 今天外资卖超的前10名里面 有9档都是电子 只有一档是非电子 所以电子现在的压力 就比较大一点了 但是你看这个都大极股票 我们只要散过大支的电子股就好吗 像台积电 鸿海 这个我们不要碰就好吗 也不是 连中小型的电子股它也砍 所以你看 比如说高本益比的这些 细利利望 这个本益比都四十几倍 甚至百倍以上的 这个就成为外资砍杀的一个对象 第一个 砍高本益比的 对 那高本益比 很多都是在高价股里面 大家要小心 第二个高成长疑率 什么叫高成长疑率 就是那个郭明奇亂白 不是 不要说亂白说 郭明奇一共 说联发科什么大砍单 这种一共是人 股价破底这种 台积电上星期就有说了 PC 手机这种 所以手机 联发科的手机 PC的连这个维新 这个本益比算低 但是被台积电点到 这个有砍单的一个疑率 有调整库存的疑率 这个股价走势也非常的多 先是刘德英 接着是郭明奇 都点到手机和PC产业 确实有衰退疑虑 甚至郭明奇说 大砍单了三成 这个我也可以理解 这个我就不能理解了 目前还在高成长的 外资砍什么呢 这种股票 其实就是前一波的强势股 强势股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怎么样 它的基期比较高 缺点就是涨多了 涨多 而且本来是投薪在做 投薪在干 后来投薪也不干 人去楼空 人去楼空 人走茶凉 对啊 夸空了也补了 倦也补了 投薪作帐了也做完了 外资还留在里面干嘛 简单来讲就是没大人了 对啦 虽然他还在成长 但他股价涨多就是最大力空 再加上大人走了 没大人 这样外资就跟着砍了 也是有外资比较偏多的 好 所以要小心 高本一笔 小心 这个成长有疑虑的 甚至已经人走茶凉的要小心 但是你刚刚说外资有买的 我们来看一下外资 虽然在今天卖超了超过百亿 他买什么呢 今天买了长荣航空 长荣航空 来买了原金台气银开发金 华航长荣 倒是对航运股 今天做多 而且买了蛮多的 中刚 阳明 东减 买了航运股 买了农粮概念股 买了金融股 所以娟姐你就看到了 这厂买超的刚好跟卖超的电脑并 对 那怎么电脑并 它都买传产 九十几股票 前十档里面只有一档电子 叫做原金 其他都是传产 所以现在外资的操作 其实很明显 爱恨很明显就是 卖电子买传产 所以他有买的传产 金融一定第一个 第一个比如说像招峰金 这个中信金 这个外资投信通通都买超 那最近很多人在看金融股 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档 因为那些金融股是怎么买 那为什么说这两档 第一个它是美元清算银行照风机 美元资产最多 所以现在美元强的情况之下 它受惠程度最高 台币扁 第二个 同时拥有外币资产 而且活存比比较高的 活存比比较高就是 如果升息的过程里面 它活存比 活存因为利率最低 但是我调高利息的时候 我房贷马上 对我房贷利息马上调高 所以中间的利差最大 所以中信金受惠程度最高 所以这两档 我认为是金融股 最佳的两档 那再来台肥刚刚有提到过 我就不再多说了 援金的部分可以留意 因为援金做这个太阳冷 对太阳冷有关 那因为今年大家都在谈缺电的问题 所以国内会加速建制太阳冷 所以太阳冷的订单 现在传出来是相当不错 包括外资 投信 通通都正在买方 长榮跟长榮行 刚刚我们有提到长榮 很多 那我补充一下 我们把这个长榮的K线 打出来之后 26003 我为什么会举圈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把稍微时间 再稍微拉长一点点 有没有看到 下面这一条叫做什么 年线 它每一次来到年线 就波段的低点 波段的低点 人可能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昨天说演艺材吗 就是他知道 哎呦 他就是要看山 他在看山 所以不是只看 做国民不是只看基本面 看基本面那就简单了 所以要包含很多山 也是要看 所以到这个地方他要反弹 但是你说会不会大涨特涨 像前面这样 我认为是不会的 大家不要想那么多 因为现在整体成交量不够 台股成交量2000多亿 那个时候他去的时候 好像三支货柜轮 就要2000亿了 只有三支就要2000亿了 那时候成交量有到五六千亿 对啊 你现在整体台股 才2000多亿的成交量 要怎么怎么样 要把它变成 对 怎么样喷出去 所以这个是怎么样 这个是一个来回区间的震荡 但是如果要讲到 但是下海基是相对低点 对 相对低点 但是如果要讲到 比较有想象空间的 就一支 长荣行 来 打包办法 再把长荣行打出来 你看他的K线 长荣是跌到这里 长荣行都一直 稳在这个地方 他想象空间比较大 但是他会不会太贵 今年要赚三块多 我估计是大概三块三到三块半 有一些法人 估到四块以上 那我问大家 如果三块就好了 三块现在三十二块 其实本益比算低 你不要拿他跟货柜轮来比 货柜轮当然本益比很低 但是你要买股票 不是买本益比低的 你要买会涨的 整支的高评 他前面没有什么套牢的压力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适合他涨吗 其实不适合 因为现在疫情升温 那为什么股价那么强 我再让大家看两档股票 观光股就好了 二七四三的这个三副 你看 疫情 不是 问题是疫情升温 我问你有在怕吗 没什么怕 对啊 你说我都打三剂了 我继续出去这一头了 对啊 因为你看 疫情升温我们没有升级 防疫没有升级 如果疫情降温呢 这看起来就不怕了 而且不只是这一档 五七零六的凤凰 来凤凰 我们看 有没有 在做录影下不怕 这不怕 所以这个不怕的背后 其实就隐藏着未来 解封期待 好来 投一下票 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跟学义外资的脚步 卖掉电子买传产 或者是卖电子抱着传产呢 各位怎么看 认同的给圈 请举牌 一 二 三 三 票圈 请举牌 请举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